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美国执法人员进入了我驻休斯顿总领馆 据路透社报道 我驻休斯顿总领馆的工作人员 于24日下午4点之后 也就是美方所发出的关闭令 生效后不久离开了总领事馆大楼 在此之后不久 一伙疑试美国的执法人员的人 强行打开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后门并闯了进去 早些时候 执法人员曾试图从其他三个入口进入 但都没有成功 路透社称 有记者曾询问这伙人的身份 但他们没有作答 在这伙人进入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后 有两名身穿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制服的工作人员 在门口负责把守 他们也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 CNN的报道也称 24日下午 有美国联邦探员和当地执法人员 进入了我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内 一些目击者和媒体尽头也发现 当时总领事馆周围有几辆黑色的SUV 卡车 两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锁匆的车 另居透社报道 在我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人员集合撤离期间 有约一百人在总领馆建筑外挥舞旗帜 并对我方工作人员使用攻击性语言 但报道未披露这些抗议者的身份 7月24日上午 中国宣布关闭美驻成都总领事馆 已对美国此前要求 关停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进行对等反制 随后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纽约时报等多家外媒 对这一消息进行报道的同时 在社交媒体的推特上 成都一词也登上了话题热搜榜 但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此事时 却说漏了一个关于该领馆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其实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在谈及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仪式时 就已经点出了这个情况 他说 美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些人员 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 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 美方对此心知肚明 而纽约时报 则是进一步将中方所说的美方领事馆人员 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的具体行为 给写了出来 在关于美国驻成都领馆被关的一篇最新报道中 纽约时报就白纸黑字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北京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仪式 令美国失去了收集新疆和西藏的情报的一个重要外交前兆 那么把纽约时报和咱们外交发言人所说的话放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关闭美国这个领事馆的原因就十分清楚了 该领馆一直在从事针对我国新疆和西藏的间谍与渗透活动 早已危害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 干涉到了我国的内政 同时 这事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不少中国网民 以前就美国在中国各地的使馆内存在的一个担忧 即使这些美国驻华机构 除了表面上的外交工作 其实一直对中国进行着大量的间谍和渗透工作 因此 当中方作为反击美国 关闭我驻休斯敦领馆的做法 而关闭了其成都领馆后 许多中国网民不仅拍手称快 甚至还调侃了美国特朗普当局一番 要感谢川建国同志的关闭休斯敦领馆的举动 才让我们可以关掉这么一个 祸害我国西部和边疆的美国间谍机构 在媒体报道下方的评论期 很多网友参与评论 有人对中国的决定表示肯定 认为这是对等反制 还有人则批评美国政府率先挑起事端 一名来自印度的网友称 毫不意外以牙还牙 针对中方的决定有人表示支持 网友表示 要知道 如果你们制裁俄罗斯或中国 他们也会反过来制裁你 为什么美国如此愚蠢 他们绝不是你们能够去欺凌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抵抗来自美国的威胁 还有一些网友将矛头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 来自美国的网友说 疯狂的特朗普为即将到来的大选 挽起肮脏的政治 想要求中国关闭住休斯顿理事馆 限期72小时离开 只有疯狂 不顾一切的特朗普才会这么做 特朗普为了保护自己的位子 愿意干任何事 他和他的整个团队都不适合现在的工作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鲁瓦比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方面此前提出的要求中国关闭位于休斯顿的总领事馆的行为 已经和美国一直以来宣扬的所谓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扎哈鲁瓦表示 我们的感觉是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利益 发展自己经济 在美国司法框架下无懈可击的时候 就会触发美国的一种自发机制 包括威胁 制裁 恐吓 黑名单 甚至拘捕人员 没收财产等等 要求关闭大使馆 领事馆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一幕 最近几年我们都已经见过多次 而且是在不同的美国的政治执政期间发生的 这与美国多年来 在国际社会宣扬的价值观非常背道而驰 美国率领的西方世界和中国斗争 搞认同政治 对于美国而言 这是最好的选择 但对于中国而言 这是最糟糕的局面 现在美国要求欧洲国家站队 但国际关系理论提称的是现实意义 从利益出发 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和目前的美国推行的认同政策是截然相反的 认同政策的发展趋势 已然让很多国家感到担忧 前段时间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外交事务上发表 就对中美的紧张关系表示高度关切 今天很多人的观感是 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 不少国家感到了有利 最终可能要做选择了 认同政治 对中国十分不利 在蓬佩奥的叙述里 美国代表民主方 中国代表另外一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更要特别清醒 千万不要跟着美国搞 认同政治这一套 否则就掉陷阱里去了 在美政府看来 关闭一个中国领事馆 中国无非就是以牙还牙 关闭一个美国领事馆 后果可预计 但是此举达到的选举效果呢 可以展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在基本盘中加分 你看美方给出的理由 什么中国盗窃知识产权 侵犯美公民隐私之类 跟外交关系不大 倒是跟贸易战的说辞一模一样 妖魔化中国 相比之下 南海问题就不可控得多 美国国防部长最近说 愿意到中国去谈南海的问题 为什么 那是因为南海的不可控因素太多 容易发展成擦枪走火 甚至是局部战争 这对于美国的压力很大 关于国之间的关系 几种形式 包括政治 外交 战争等 政治最重要 外交是政治的延续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 现在政治信任没了 外交上 美国关闭领事馆 之前一句话 一个商量都没有 从疫情发生以来的 外交基本上 没有谈判和接触 那会不会走向第三条 要特别小心 没有人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事件 希望中国融入世界市场 更多考量的是经济利益 而打压中国 更多则是从 关注国家安全利益出发 资本主义国家 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更多的是 他们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 当国家安全利益被视为受到威胁的时候 经济利益就只能让路了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会完全脱钩 相反 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 只要资本还要流动 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 这两个经济体不可能玩脱钩 变得毫无关系 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会降低 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紧密了 两个体系 两个市场已经趋于成型 一个以美国中心的体系 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 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 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 但两个体系不会完全脱离 很显然 这种趋势对中国很不利 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美国不是一块铁板 美国搞好脱钩也好 呼吁对中国施行强硬政策也好 主要美国行政当局强硬派 反华派在做 这不能代表其他一些群体的声音 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 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 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 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也不少 但思维是不一样的 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目标 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 而不是让中国更加的封闭 但白宫冷战派 则希望中国重新封闭起来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 资本最终会战胜行政力量 美国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后 从来没有放过一块可以赚钱的地方 资本是最理性的 中国市场这么大 美国资本不可能完全放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